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所以先把一些问题再强调一下,所谓的文是和均线系统相关的,而均线系统只是走势的一个简单数学处理,说白了,离不开豁然率,这和后面所说的中枢等概念是完全不同的,所以一定要搞清楚,不要把均线系统和中枢混在一起了。 均线系统,本质上和MACD等指标是一回事,只能是一种辅助性工具。 由于这些工具比较通俗,掌握起来比较简单,如果不想太深研究的,可以先把这些搞清楚。 但学如不及,对事情如果不能穷根究底,最终都是有孔失之的,因此最终还是要把中枢等搞清楚。 MACD当一个辅助系统,还是很有用的。 MACD的灵敏度和参数有关,一般都去用12、26、9为参数,这对付一般的走势就可以了。 但一个太快速的走势,一分钟图的反应也太慢了,如果弄超短线,那就要看实际的走势。 例如看600779的一分钟图,从16.5上冲19的这段,明显是一个一分钟上涨的不断延伸。 这种走势如何把握超短的卖点? 不难发现,MACD的柱子伸长和乖离有关,大致就是走势和均线的偏离度。 打开一个MACD图,首先应该很敏感地去发现该股票MACD伸长的一般高度,在盘整中,一般伸长到某个高度就一定回去了。 而在趋势中,这个高度一定高点,那也是有极限的。 一般来说,一旦触及这个乖离的极限,特别是两次或三次上冲该极限,就会引发因为乖离而产生的回调。 这种回调因为变动太快,在一分钟上都不能表现其背驰。 所以必须用单纯的MACD柱子伸长来判断。 注意,这种判断的前提是一分钟的急促上升,其他情况下,必须配合黄白线的走势来用。 从该一分钟走势可以看出,17.5元时的柱子高度是一个标杆,后面上冲时,在18.5与19元分别的两次柱子伸长都不能突破该高度,虽然其形成的面积大于前面的。 但这种两次冲击,乖离极限,而不能突破,就意味着这种强暴的走势要歇歇了。 还有一种,就是股票不断一字涨停,这时候。 由于MACD设计的弱点,在一分钟,甚至五分钟上,都会出现一波一波,类似正弦波动的走势,这时候不能用背驰来看,最简单。 就是用一分钟的中枢来看,只要中枢不断上移,就可以不管。 直到中枢上移结束,就意味着进入一个较大的调整,然后再根据大一点级别的走势,来判断这种调整是否值得参与。 如果用MACD配合判断,就用长一点时间的,例如砍30分钟。 一般来说,这种走势,其红柱子,都会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,就是红柱子回跌的低点,越来越低,最后触及零轴,甚至稍微跌破,然后再次放红伸长,这时候就是警告信号。 如果这时候在大级别上,刚好碰到阻力位,一旦涨停封不住,出现大幅度的震荡就很自然了。 例如600385,在2.92那涨停,MACD出现一点的绿柱子,然后继续涨停,继续红柱子,而3.28元是前期的日线高位,结果3.22涨停一枚封柱,就开始大幅度的震荡。 注意,如果这种连续涨停,是出现在第一段的上涨中,即使打开涨停后,震荡结束,形成一定级别的中枢后,往往还有新一段的上涨,必须在大级别上形成背驰,才会构成真正的调整。 因此,站在中线的角度,上面所说的超短线,其实意义并不太大,有能力就完,没能力就算了。 关键是要抓住大级别的调整,不参与其中,这才是最关键的。 此外,一定要先分清楚趋势和盘整,然后再搞清楚背驰与盘整背驰。 盘整背驰里的三种情况,特别是形成第三类买点的情况,一定要搞清楚。 注意,盘整背驰出来,并不一定都要大幅下跌,否则怎么会有第三类买点构成的情况。 而趋势中产生的背驰,一定至少回跌倒闭段中,这就可以预先知道至少的跌幅。 对背驰的回跌力度和级别很有关系。 如果日线上在上涨的中段,刚开始的时候,MACD刚创新高,红柱子伸长力度强劲,这时候5分钟即时出现背驰,其下跌力度显然有限。 所以只能打点短刹,甚至可以不管。 而在日线走势的最后阶段,特别是上涨的延伸阶段,一个一分钟的背驰,足以引发暴跌。 所以这一点,必须多级别的综合来考察,绝对不能一看背驰就抛等跌50%。 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,一般来说,一个标准的两个中枢的上涨,在MACD上会表现出这样的形态。 就是第一段,MACD的黄白线从零轴下面上穿上来,在零轴上方停留的同时,形成相应的第一个中枢,同时形成第二类埋点。 其后突破该中枢,MACD的黄白线也快速拉起,这往往是最有力度的一段,一切的走势延伸等等。 以及MACD绕来绕去的所谓指标段话,都经常出现在这一段。 这段一般在一个次级别的背驰中结束,然后进入第二个中枢的形成过程中。 同时MACD的黄白线会逐步回到零轴附近,最后开始继续突破第二个中枢。 MACD的黄白线以及柱子,都再次重复前面的过程,但这次,黄白线不能闯新高,或者柱子的面积,或者伸长的高度,能不能突破新高,出现背驰,这就结束了这一个两个中枢的上涨过程。 明白这个道理,大多数股票的前生后世,一早就可以知道了。 用最近涨得最厉害的一个股票来说明,000572。 该股票的力度,其实是和它在日线与周线上出现双重的第二类买点有关,相应的。 就有了MACD双重在零轴停留,形成第一个中枢的情况。 在周线上,该股从2005-1209到2006-0714,形成第一段。 同时MACD也回到零轴上面,其后就开始形成第一个中枢,最终在2006-1117,形成第二类买点。 同时,黄白线在零轴附近横盘,然后开始逐步摆脱该中枢,黄白线也逐步拉起。 在日线上,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,2006-1113到2006-1206,形成日线上的第一段。 同时MACD回到零轴上面,然后三段回拉在2007-0104结束,形成第一个中枢。 其后突破中枢,MACD在零轴附近拉起,摆脱第一个中枢。 该股以后的走势就很简单了,首先形成一个至少是日线级别的新中枢。 同时MACD回抽零轴,然后再突破,出现背驰,构成一个大调整,从而导致一个至少周线以上级别的中枢。 使得MACD出现回拉零轴,然后再拉起来,出现背驰,其后的调整就大了去了,至少是月线级别的。 必须注意,MACD在零轴附近盘整,以及回抽零轴所形成的中枢,不一定就是相应级别的中枢,而是至少是该级别的中枢。 例如日线MACD的零轴盘整与回拉,至少构成日线的中枢,但也可以构成周线的中枢,这时候就意味着日线出现三段走势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